当零零后统治了剧组 摩托一输什么 怎么就完毁了 这个你都不知道 他冤冰罗咪欧 后来参战苦悔创造营 后来签约的梁山 成为了梁山顶流 粉丝爱称梁山伯 本哥们你又从哪来的呀 我只是一个路过的说出人罢 记住我的名字 是 好家伙 这编剧纯缝何怪呀 我们快去黑风再救我姐吧 好 但是黑风占入里头遥远 咱们还是骑马去吧 呃 咱们剧组没马 没马 咱们没马啊 没马 哇那有点搞不及了呀 没事 你们没马 我有马 我有一批传说中的神马 狗 什么马这么厉害 跟我走 这个就是黑风寨吗 果然黑呀 但是你没开头 你蛋涂 你果然来了 你快把我姐姐给放了 那就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了 开门 小米风 我现在发生中了 你飞呀 他好强 我被打成重伤了 就玩个石头剪刀布还中伤 算了还是让我来吧 我们斩电 炫风批 好好好 你和他就玩石头剪刀布 跟我就来真的是吧 这就让你了 你们两个输了 还不快滚 我不会输的 我感觉和林黛玉的羯绊在补我 哇塞 这是主角要放大了嘛 不但我才是主角啊 思雨全 思雨全有 夜夜见 夜夜别 哇 靠你 杀杀 深深逝世 我严重怀疑你啊 不是姐姐关系 这力量好强大 我败呀 但是我不会放过你姐 我的妻子不在了 我也不会让你们团聚 啊 接下来的剧情我懂 轮到我嘴炮boss 让他醒悟 好 那我就复活你的妻子 你就放我姐姐离开 好 一言为啼 不是 你们这剧情发展不对啊 导演他 复活吧 你的爱人 坏兔转身 谢谢你带国 我又可以和朱丽严在一起了 哈哈哈哈 不是 这是什么剧情啊 这是啊 导演这偷变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认不觉吗 你别撸了 当零零后 统治了剧组 居然让我隐团犯 我怎么看以前演主公的人呢 你想当主公是吧 给你了 这和我是干不开 我这就成主公了 我果然是天选之人 爆 主公 敌军打下来了 走 召开全军会议 石军龙将军 来 给大家汇报一下账号 现在敌方已聚集八十万大军 驻扎在离我方不远的密林中 敌军来势汹汹啊 此战能赢吗 主公不用担心 魔军也早已全军待命 好 魔军有多少人 八十万对八十万 优势在我呀 呃 我们是八万 因为现在要当主公的 我让你查 主公不必计划 我有对策 让他们厉害来这 撇气的走 哦 天公将军赶快说说 打仗 无非靠的都是科技 我们先大力发展冶炼 然后再造出蒸汽机 再次更新就是信心时代 有着飞船激光炮 赢他们就是 手到擒来 大概多长时间能造出来呢 我估算 大概只需要五百年 五百年我 说化石变成石油 加到我孙子的邮箱里去了 主公 全海有一两侧 走正军将军 赶快出装 对面八十万人 我们有八万人 只要我们一人打十个 就能轻松获胜 正军将军 不愧是全军最能打的将军啊 就是你能不能别光顾你的建议 用用你的脑 你以为你的手下都是什么 你干嘛 算了我还是把主公的位置让出去吧 主公 现在天干物燥 正是放火的好时候 史将军的意思是 前有陆迅火烧连营 经由我史军龙放火烧山 让他们牢底坐穿 史将军很有把握 把握的 跟他们俩比打仗 我比不过正军 比生科技 我比不过天公 但是比放火 我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毕竟在三国谋定天下里 齐左 主打的就是谋略 布置陷阱和放火 都是我的拿手好戏 更别提还有 征战场的粮草 自重机制 等我到火断了 他们的自重线 他们补兵都补不上 这些我已经在游戏 言论过无数次了 肯定成功 妙啊 史将军 成败都交给你了 主公放心 成去了 还是史军龙将军靠谱啊 这火烧的越来越大了 怎么感觉越来越热 好像还真是 而且我怎么觉得这火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呢 这大火在往我们这边烧 不可能 你是不是没考虑到 风往哪边吹 人是国家 怎么可能会考虑不到这一点 我昨天看了天气预报的 今天刮西北风 敌军处在西北方 他们必败 西北风是 东南刮的 我们就在东南 啊 我初初生物老师在骗我 这和生物有鸡毛的关系 地利 别慌 我还可以召唤东南风 把火吹回去 你还有这本事 召唤东南风 这主公谁来当谁当吧 我干保安去了 当老师 正为表白墙抢主 你干嘛呢 哥们把你放在表白墙上 这大傻子 这儿吧 我初试到咱们学表白墙管理了 小朱老师啊 不是我说你 你有时间研究这些歪门邪道啊 那不如去校园里面 多巡视几圈来得实在 主任呢 要不说您老师招不了危机现象 方法太老教了 你这话说的 你这个什么什么 管理员未必就能招到了 给我一分钟 放送 OK 来了 主任 三百十二百 现在正在开机要说 找去吧 呀喝 你坐在这里就知道哪里 危机 好的 你去信我吧 我还真就不信了 我去看看 再以下一次直接叫家长 知道喽 他直奔我而来 很明显他早就知道我在看小说 这根本是咱们班上那间举报了你 让我抓到你了 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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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真的在看小说 这还只是开会菜 等着吧 一会咱们还会有更大的意见 这下我相信你了 有情报了跟我说 我直接杀过去 老实交代 是不是你举报的 什么那不是我 你放屁 这囊子一刻 就你一个人出去过 不是你是谁啊 可是出来上厕所 你还狡辩 哎呀 随便你们怎么想啊 不承认是吧 你给他拍照干嘛 这种高屁者 会在表白墙上曝光的 不好不好这俩小子可凑复欺负同学呢 准你快去看看 嗯 好家伙 这俩小子废了 你们两个把操场上的所有垃圾 捡完了才能够回教室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听到了 来个欺负同学 真是无法理解 可恶啊 到底谁是那个样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傻 内奸 哎呦 陈达家 那个墙角那个洞好像可以钻出去 哇靠 这么好的地方 咱们早怎么没发现啊 怎么说 敢不敢现在 跟我去往吧 哎呀去吧 反正主任也不会一直盯着咱们解垃圾 走 哎呀快来快来就这了 你干啥呢 这么好的地方 我不得发到表白墙分线给兄弟们啊 哎呀一天一天的事真多 走到钻洞了 哎 来了 得亏有你啊 朱老师啊 成功的啊 这一件恶心事件 咋事行 他俩现在干啥呢 啊 他们俩 在那个 操场关外捡垃圾呢 哎 这傻傻傻傻好 我赶紧再看看表白墙有我们新的狼人字报 不行 你把这数据器炒上呗 你的手机都扒了一天了 啊 无约火这手机牛着呢 你又在跟谁聊天呢 我把我们今天发现了这个洞 划给表白墙管理员 让他告知一下兄弟们 以后就不用换墙了 哎 又有狼字报了 这两个小子不应该是在操场吗 靠啊 在我眼皮子底下雷屋出去了 这下他俩这么晚了 哎主任 我和你一起去 开始吧 OK 爽啊 先说好啊 这会儿我的 走走走 走 啊 快 我知道了 一切的一切都是原则表白墙管理员 啊 啥意思啊 你没发现吗 今天三起事件的共同点就是你给表白墙管理员发了消息 你的意思是 我是内鬼哦 那天算 但是最大的内鬼还是那个表白墙管理员 好家伙 亏我还那么信任他 我非得好好骂他一顿不可 你干啥呀 我跟他谈雨音 哎 这个时候打什么用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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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